所以说有时候看起来毫无关联的巧合 其实冥冥之中根本就是有人在操纵 我们回头对这时间序 不觉得毛毛的吗 爆状案看起来其实就是一个警告 然后甚至后来还差一点点 就成功让他们制造了政治车祸 自从我跟媒体接触之后就发现 这世界上没有巧合这件事情 当然令人唏嘘的是 其实大家在从墾丁度假回来三天后 就被警总约谈了 后来离奇的城市在台大的校园里面 就一去不回了 其实他在7月1号就订好机票要回美国 对 但是警总不给他出境许可 他还刻意隐瞒被警总约谈这件事情 怕家人担心 他爸说怎么没回来 不然这些回来 当时才有法度再回来 他说假批你们两三天这样 不过到底陈文诚是多么的最大恶劲 你看6月30号跟他约谈了一次 7月再给他约谈了一次 就差两三天而已 干嘛 他不过就是帮美丽老捐个钱 然后通个电话而已 有这么严重吗 戒严时期你坚持民族改革 几乎就是等于叛国模拟 我们看到的记录 早上8点半被三名警总人员带走 根据警总的记录 他离开的时候是晚上9点 整整审问了12个小时 再来就登记有案了对不对 因为其实后来陈文诚就没有回到家了 而且7月3号那时候 其实家属就知道有问题了 就一直没有回家 他的妻子啊 家人就开始疯狂的找人 然后甚至联络警总 然后都没有消息 后来是接到了一通密名的电话 到底还不知道谁打来的 跟他讲说陈文诚现在是被车撞 然后在南京东路体育馆那边被车撞 然后送到了某兵仪馆 然后叫他们去认识 可是其实上那时候 早就已经知道陈文诚是陈诗在台大校园里面了 那拖拖拖拖拖拖 拖到了晚上7点半之后 才让家属认识 而且还很怪 因为他鞋子里面竟然有一百块 一百块大钞 这代表什么 卡背紧 不过你要知道啦 就是说 他整个事情有多离奇 包括我们说被车撞 对啊 后来说他那个 因为资源叛乱媒体 畏罪自杀嘛 讲都讲不清楚 模模糊糊的 那我们看到的资料 因为2019年促转会公布的资料里面 他这个在警总总共12小时的折磨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很难去还原 但是他从而到而坚持的就是 民主自由 台湾要民主 台湾要进步 那最后他在晚间9点离开了警总 那重点不在他晚间就会离开警总 而是离开警总之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者是所有事情是在警总里面发生的 不过其实2000年政党轮廷 之后不管扁政府或马政府 他们都说他们要重拯调查 前进后调查了六次 那美国也派了法医过来过 可是真相都好像还是持续的为民 唯一能够知道的 只有一个结论 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的 他杀远远大过于自杀的可能性 每个礼拜天晚上八点 绿都台湾就在森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感谢观看